大家好 今天的影片我们来点特别的东西 新一代的 Honda City 已经发布了一段时间 但是似乎好像没有人做个新旧的对比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个简单的对比影片 然后我们请来了前车主 他拥有这个旧款的 Honda City 5 年 我们让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两款 City 的这个内装啊 空间啊 等等 有什么改变 有什么进步的地方 Let's go XD XD 0 OK 在我旁边就是这个前任Honda City车主李一董 大家如果有看过之前的影片就知道它是这个5年的Honda City车主 然后没有看过也没有关系 点击上方的小白点你就可以看到之前的影片 然后我们现在问一下李一董 你对于这辆全新的这个Honda City的内装你有什么看法 这辆全新Honda City的内装第一眼就是看下去 它有那个层次感 它有那种Piano Black 还有这个白色的皮革 还有这三个层次 所以它看起来整个感觉就比较很class的感觉 我觉得有一点不一样 比较premier一点的感觉 因为它旁边也是有白色 所以它看起来就很不一样的感觉 就是比起之前那一款比起我那一款 因为上一代的感觉有一点点单调啦 它是单色罢了就是黑色的 然后可能这一代因为它是家庭车的关系 它给它比较有层次感一点 就是看起来是很舒服一下的 然后除了这个内装这种我们肉眼看的到东西啊 你以一个全车主来讲 你就用上面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改进 改进当然是最重要的是这个主机的这个唱机 还有Apple CarPlay 然后有Android Auto 我们之前那个如果要 Connect那个Waze在那个主机那边我们需要买一条HDMI cable还有转接头 然后它是要一直开着你的那个screen的 你的电话那个萤幕 所以它是这样子直接Miller Link过去 然后电话不能off 对然后它的其实它Miller Link过去就是你打直它就打直打痕它就打痕它就打痕 它都可以直接秀在那边 我是觉得实用很多啦 而且它的interface是很完整的 然后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是觉得 这个唱机除了它的一个 有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之外啊 最大的改进就是它的这个USB不是在唱机上面的 因为旧款的USB是在唱机上面的嘛 然后这一次它把这个USB坐在的这个下方 有两个USB一个是连接这个手机一个是给你充电 然后这个USB的旁边还有一个置物格给你的手机可以放在那边 我觉得这个细节很用心啊 这个是HONTA一直以来都比较用心的地方 然后在这边我有一个小小的tips要给这个旧款HONTA CITY的车主啦 其实你要在你的这个 主机上面用你的这个手机 其实很简单啦 你只需要去买这个 Chrome Case 它就可以帮助你的手机的影像投射到这个 触屏主机上面 这个会比较方便一点 然后详细的教程大家也可以去上网YouTube去search一下是有的 然后这个不是业配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只是一个小小的tips 推荐给大家罢了 然后除了这个 主机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地方是有改进的如果跟这个旧的CTB 它我发现到这个它以前是Touch Panel它现在换成这个是 哦这个冷气啊 这个冷气对 它现在是这个实体的转接 那个是什么吗 旋钮 旋钮对 对 因为之前Touch Panel 我有时候在Focus驾车的时候我要调一下冷气啊 我都要去描一下下面才可以摸得到的 才可以touch的到那个地方 因为 这种实体的这种旋钮就比较容易一点点 你可以满操作咯 不用看它就可以 对 就方便一点 然后我是觉得 这个是不错啦 这个我有同感 因为我以前在试驾这个HONTA CD 的时候 我也是有发现这个问题 你在驾车的时候 你要调冷气 如果是Touch Panel 你要去看你才可以按 不然的话你会不小心按错 如果是这种旋钮的话 你驾车的时候手伸过去转就可以啊 很方便 然后我也是有上一代 这个HONTA CD 车主朋友 他也是有给我反馈这个问题 他讲如果是这个 副驾驶 要调冷气的话 车在行驶的话 其实是很难调整的 因为一直会按错 虽然说美观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使用还是重点啊 而且其实这个 看起来也不差啦 其实我觉得新款的这个 转这个旋钮 不错啦 它的那个 Texture 这边 旁边也是有一点点 Texture 在那边 干起来也是蛮美 小细节做到也不错 小细节不错 而且你有注意到吗 它这边其实是有灯的 一个光圈 哦 晚上的话 它的那个 视觉效果 应该会更好 对对对 然后李董讲完了他的这个感想之后啊 我也来分享一下我的感想 我觉得他这个改进的地方 方向盘是有这个方向盘 更好抓 因为旧款的其实会比较细一点 再来一点啊就是这个 Handbrake 的旁边 旧款跟新款旁边都有小格子 可是旧款的小格子真的是很小 真的是给你可能是放下零钱 可是新款的它大到啊 像是这种手机 现在手机都是 19.5比1或者是20比1 它都可以放下去 是真的是 在这种小季鞋上面 新款的Honda City真的是比旧款的好 OK啦我们讲完了这种表面的东西 我们就讲这个乘坐感受啦 来李董分享一下你看这个座椅 跟这个前一代车款 有什么改进的地方 因为 我身心小一点啊所以我是觉得它的这个包覆性还好 然后座椅软了很多 上一代的车型的话 我是觉得它的座椅是比较硬一点 座椅不是很舒服 然后这一代的话你看这个头枕也比较大 头枕也比较大对 比较舒服一点 你觉得它的 椅子有什么改进的地方 这个我觉得好像 包覆性比较多一点 它是比较高一点的 像它是那个 旁边这一个 哦那个椅垫这边旁边这两个 所以它就感觉像你 坐下去要包着你的屁股那边 就要舒服一点 嗯做长度 然后你看这个 我的身高大概是180左右 你看我的这个 椅背 这个支撑 也比较好 上一代的这个椅子 我是觉得它平了一点 所以它这个 没有那个弧度 所以你的这个车子 所以在开车的时候 没有办法包覆到很好 嗯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个 坐姿 其实还OK的 这个舒适性上面我觉得是 进不了不少啦 然后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后座啦 这个后座跟前座其实一样 它的这个 椅子包覆性 我是觉得有的啦 然后这个 冷气出风口的风量也很大 后面的乘客 其实做起来蛮享受的 只是 比较可惜是 后面没有USB啦 不过我相信一部分的消费者 买这辆车可能是因为家庭使用啦 所以后面可能要放baby chair啊什么 然后我们同样请李董来讲一下 他对这个后座的感觉怎样 呃 首先我 觉得这一代跟我之前那一代的那个空间方面呢 是OK的 它依旧是这样大啦那个空间 然后我也是 身形也是蛮大一下的 所以坐下去 还OK 还很舒服 然后最重要是它现在是皮革的 感觉上它的那种 质感也是很好 坐下去的感觉它是比较软一点 比起上一代的那个city 接下来就是家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baby chair啦 你看 这个 放好baby chair过后啊 它其实还有很大的空间 其实有时候我老婆 我驾车我老婆在后面的时候 它还有很大一个空间这边 也坐得很舒服 所以for家庭用的话这个空间是很足够啊 因为你放多一个baby chair在这边啊 也是OK的 如果以李董的要求啊 这个车尾箱的空间一定是很重要的 因为像它这样有家庭的人是会带小孩子跟老婆出门玩 然后会有这个小孩子的child seat啊 然后行李啊 这个尾箱空间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两辆车的尾箱空间 其实我这样的目测的话 两辆车的这个尾箱空间其实都差不多 所以应付可能是一家四口的三天两夜的行李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而且实际上啊 根据这个官方的数据 这两辆车的尾箱空间也是500多公升 并没有差太远 所以这个尾箱容积啊 双方基本上是一样的 其实总结这两辆车啊 这个HONTA CITY 大改款啊 在这种A装的小细节啊 质感是有一些进步的 而且整体的使用者界面也更为友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两辆车的差别在那里 不知道你对这一个两辆车的看法是怎样呢 或者是你觉得这个新一代的HONTA CITY啊 还有什么改进优化的地方你想补充呢 也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OK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啊 如果喜欢这次的影片 记得要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哦 然后你觉得这次的对比影片怎么样 如果你觉得有趣的话 下次我们也会尽量安排一下这样子的对比影片来拍摄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我们下一次 patter的时候 的甘аров 是 他们設立的 员 快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